大家好,我是风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周润发主演的 香港经典电影《阿狼》的故事 阿狼年轻时是一个出色赛车手,放荡不羁 但如今的他只是一个货车司机 只有儿子与他相依为命 一天阿狼接到了好友老吴的电话 对方告诉阿狼 自己听说现在有一个广告需要儿童试镜 建议让阿狼儿子去试试 生活的艰难让阿狼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阿狼来到了昔日的赛车场 找老吴,谈试镜的具体事项 老吴告诉阿狼如今的赛车手一批不如一批 他很怀念以前跟阿狼闯荡赛场的日子 可阿狼也只是会心一笑 称自己年纪太大,不能重出江湖了 然后两人约好时间和地点 让老吴带着儿子前去试镜 到了试镜这一天 儿子聪明伶俐,让女导演波波一眼相中 出人意料的是 波波与老吴竟是十年未见的朋友 于是波波直接拍案 就让阿狼儿子出演 听问儿子试镜成功的阿狼 第二天就带着儿子到广告公司签约 可当阿狼见到女导演波波时 才发现他竟然是十年前的恋人 于情未了的阿狼坐下来对波波嘘寒问暖 可波波丝毫不领情 仿佛他就是陌生人一般 加上波波的现男友的出现 一旁的阿狼是既尴尬又难堪 立马签了合约就走人了 可当阿狼路过花店时 还是买了支玫瑰 让儿子送给波波 而波波却翻起了阿狼儿子的经历 看着他的出生年份若有所思 这个不仅让波波回忆起十年前的事情 原来波波是个富家女 在与浪子阿狼相恋后 遭到家里的反对 于是他离家出走了 可浪子终究是浪子 在波波怀孕后 风流成性的阿狼又有了情人 这一切都让波波给看见了 回到家的两人大吵一架 阿狼甚至失手 将波波推下了楼梯 这件事情让波波耿耿于怀 但波波总是不自觉地 关心着阿狼的儿子 这让波波开始怀疑 阿狼儿子的真实身份 而另一边的阿狼 带拍完广告的儿子回家 在家翻出与波波昔日合照 想起了往事 当初在波波临产之际 阿狼因参加非法赛车 派死警察入狱 波波也因母亲称孩子夭折 才对阿狼死心 远走美国 但波波并不知道 其实孩子没有死 而是被母亲送到了孤儿院 等阿狼出狱后 才将孩子领走抚养 越来越怀疑的波波 决定亲自去到工地 找阿狼问个明白 阿狼将他带到 两人曾经约会的餐厅 他试图挽回波波 重染旧情 可波波一心只想 问清楚儿子的身世 看着如此执着的波波 阿狼只能如实坦白 还抱怨当初波波的一走了之 波波听后声泪俱下 说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解除误会的两人 坐下来好好吃了顿饭 阿狼回家告诉儿子 帮他拍广告的阿姨 就是亲妈 这让一直以为 妈妈离世的儿子 一时不能接受 接着阿狼带着儿子 见了波波 波波送给儿子一块表 但儿子坚决不收 这让波波感觉很是疏离 为了拉近距离 波波推掉了广告行程 陪着儿子去了游乐园 有恐高症的波波 甚至强忍着恐惧 陪伴着儿子 这让儿子感到温暖和心疼 也拉近了两人距离 而这时正在家里 吃泡面的阿狼 接到儿子的电话 说让他一起去吃饭 这让阿狼觉得十分开心 到了酒店的阿狼 看到波波给一家三口 都DI挖了亲子装 也觉得附和有望 可刚被燃起希望 就被进来的波波男友 给浇灭了 阿狼看着甜蜜的两人 故意说出了自己 和波波的过往 波波情急之下 向男友坦白所有 很快男友带着波波离开 临组之际还告诉阿狼 希望他不要再毁掉 波波的人生 在这之后 波波就经常带着儿子去玩 儿子一回来 还炫耀着妈妈买的各种礼物 看着儿子开心的样子 阿狼也买了一只儿子 很喜欢的小狗 就在儿子学校运动会当天 一家人玩得高高兴兴 还驱车来到了海边 但波波突然提出 拍完广告就回美国 还要带走儿子 阿狼自然不愿意 但面对波波对自己的控诉 阿狼着实愧疚 决定让儿子跟他离开 回家后 阿狼劝儿子跟着波波离开 可脾气降的儿子 却顶撞阿狼 认为阿狼不要他了 阿狼无奈 只有暴打儿子 才逼他离去 而备受打击的阿狼 也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重拾自己的赛车梦 就在就要离开的前期 看着努力的阿狼 儿子和波波突然决定不走了 很快到了阿狼比赛当天 回心转意的波波和儿子 也出现在现场 让阿狼很是欣慰 却不料在比赛中 旧级复发 最后车毁人亡 这让留下的母子 痛不欲生 拥抱痛哭 阿狼生命弥补了 自己犯下的过错 再也回不去的爱情 只能用死亡来晃悔 看着阿狼 因为风流成性 毁了一个本该幸福的家庭 现如今 因为社会的诱惑越来越多 以前父母 那辈结婚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而现在离婚 却已经见怪不怪 你认为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呢 综合 感谢